川普的政策被批评过于专制 也让美国多了更多的敌人 部分的美国人担心会遇到世界末日 因此开始积极的购买坚固的地宝 就经常指出川普上任之后 末日地宝的销售量已经成长了整整三倍之多 在21世纪的现代 许多国家经济繁荣 国力强盛 但民众对于世界末日的恐惧 可不亚于冷战时期 眼下全世界频频传出恐怖攻击 气候异常天灾不断 中东战乱带出大量难民潮 川普上任后努力兑现竞选承诺 但在美墨边境竹墙还有旅游禁令 却害美国树立了更多敌人 美国许多担心自身安危的超级富翁 只好想办法自保 就由美国舰商以废弃的军事堡垒为原型 盖了大型地下碉堡 不只结构坚固能阻挡炸弹攻击 内建的高级设施也让有钱人即使住在地堡 也能同时拥有豪宅般的享受 另一个美国舰商同样将地堡打造成高级住所 游泳池 豪华房间及电影院应有尽用 整座地堡是由防核飞弹发射台改建而成 建设专家指出 2016年高级地堡的销售量比2015年增加7倍 并且自从美国大选迎来 整体销售已经攀升三倍 这类防灾避难所价格高低 端看买主需要多少空间 以及多少先进设备 虽然美间建商价格不一 但能肯定的是防幕日的地堡 有钱人才享受得到 火尔新闻综合报导